你是山西人,你一定是梅老板吧 梅老板? 对啊,你们是不是可有钱了 如果你对山西的印象还停留在梅老板 那么是时候来这里改变一下你的观念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外地人对山西的刻板印象 第一个,山西人都是梅老板,都很有钱 山西煤矿最繁荣的时候 梅老板也不是山西本地人 而是江浙人、福建人 到了如今,中小煤矿纷纷合并为国营大矿 梅老板早就是历史了 山西人如果真的有钱 人均收入也不会是倒数第一 第二个,山西没有美食 中国八大太系和山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山西土地贫瘠,物产有限 但山西人把面食玩出了花 世界面食看中国,中国面食看山西 这里有全国最好吃的面 值得所有外地人来尝一尝 第三个,山西没有美景 由于宣传不利 很多人都觉得山西的历史不如周边的河南、陕西、山东 景色不如南方的自然风光 实际上五千天中国看山西 这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还有全国最多的古建 这里也不是黄山漫天 这里有山有水,更是避暑胜地 只有去过山西你才能了解这片土地 别光记住刻板印象来山西看一看吧